工人党东海岸集选区候选人严彦松表示 竞选期间将把心思放在讨论政策上 而不会花时间抹黑对手或是进行人身攻击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东海岸集选区工人党候选团队 今早到张艺村熟食中心作访选区 严彦松再次强调将为11万名收入少过1000元的工友 争取最低工资制 他坦言制定最低工资 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轻移到海外 另一名工人党候选人贝里安 也提出国人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并建议政府更透明公开公积金长期投资回报率 针对阿玉尼后港榜额东市政会课题 工人党候港候选人方荣发表示 选民会判断市政会的财务管理 这几年来是否有进步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